受到疫情影響 大家可以說是悶壞了 其中泰國更是臺灣人出國的首選 而不只是機票便宜 美食更是讓人欲罷不能 有業者看準的商機 推出了泰國美食節 還請來了泰國駐臺大使來助政 大使更表示了 泰國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相關的防疫規範 也希望能在明年能夠開放外國旅客 慢慢恢復泰國的旅遊商機 加進九層塔 香茅葉 辣椒和咖哩香料 和蛋汁一起下鍋蒸煮 吃起來有點辣又不會太辣的泰式 蒸蛋就上桌 而道地的泰國料理還不止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記者手上的這一盤 料非常的豐富 而且重點就是中間的這盤辣醬 那麼這道料理被稱為是 泰北的辣醬拼盤 這可是以前泰國的皇家料理 不過現在你不用吃到泰國 你在臺灣也能吃得到 不管是泰國版的滿漢全席 還有黃咖哩軟殼蟹 或是經典的清蒸檸檬魚 看準臺灣人愛吃泰國菜 這回業者還請來了泰國駐台大使 通才 評價美食認證 不過到底何時才能踏上 泰國享受到底美味 通才這麼回應 泰國作為旅遊大國 儘管四月一號至今 已經有近三千人染疫疫情再度升溫 但通才強調對政府控管疫情很有信心 未來也會考慮合作旅遊泡泡 只是民眾在選擇是否出國之前 恐怕也得評估疫情控管 想想清楚再出行 華人新聞 萬山張榮甫 台北參謀活動